我想問蘇菲姐 這公文你說非常非常關鍵 沈慶晶都已經拿到蔡姐的手譽 蔡姐手譽你看 蔡姐批8月1號批林周銘回國後討論 回國後討論8月18號林周銘跟沈慶晶 還有金華城顧問林青見了面 見了面 沈慶晶這個人我算是看過最最囂張的這個 算是廠商了 一 我就應該直接你台北市 直接認定金華城農機率560 不要在那邊嚕你巴說 第二認定的過程 我反對以都市計畫辦理本案 他其實在文章寫更多 說什麼什麼曠日費時 什麼一大堆 三我要永久性保證12萬平方公尺 所以蘇菲姐 林周銘簽這個公文的時候 是拿著烏紗帽來賭他的清白 林周銘原本就是一個專業的建築師 所以他不管是在大巨蛋 又或者是這個案子 他向來就是有一說一 大家有看過他在議會的備詢狀況 有 就是很飄飄那個樣子 對還留白色藏法 對對對 那其實我之前很久以前 我就看過這個公文 只是當時因為我不知道 這個蔡傑手遇跟朱將軍雅虎 這一個 等一下 這個公文早就看過 對對對 後來是因為洪建議員 弄出了這個蔡傑手遇 所以我才把 你們才把他兜在一起 對我才把他兜在一起 因為這是要錢賺嘛 錢賺 那我們因為調查是後賺 所以當時沒有去理錢賺這段事情 對 可是當你把錢賺後賺 錢勢精神拼一起以後 就解密了精華風雲這件事情 對 那這裡面詳實的記載 就是8月18號的那一場會面 特別8月18號 對 就是沈先生 他裡面很恭敬的提到 沈先生帶著林青 來到了台北市政府 建了不只是林周明局長 還有林青龍 對 好啦 那這種建法 這種陣容凸顯了什麼 凸顯了不只是蔡傑的手遇 為什麼呢 因為蔡傑的手遇是 絕對叫不動副市長 市長市主任 憑什麼叫得動副市長 他可以叫局長說你出席 可是他沒有辦法叫林青龍出席 坦白說我以前在市長 你也是市長市主任 你是郝龍斌的蔡姐 我以前也是郝龍斌的蔡姐 但是即便我拜託局長也要說 局長不知道你是不是有時間 能見上一見 何況是副市長 我根本不敢去跟副市長說什麼 所以如果你要請副市長接見誰 一定是市長要拿那個電話 或者是下個條子 給副市長說 有一個人要來陳情 拜託你要自己親自去見 所以今天 一般都是這樣 就是市長不想見他 你去見 或是說他不知道跟市長講什麼 很尷尬 不然你先去了解一下 應該是拜託副市長 不是市長不想見 是市長自己的手沒想要拉散 不方便見 也是有可能 林青龍就說我髒就可以是不是 我比較小 老大不都是這樣 我不想再看到這個人 下面怎麼處理不關我事 所以會叫得動林青龍的 大家想想看一定不是秘儒姐 所以蔡秘儒這個寫給土林州民局長 然後八月之後跟沈大勞 好不好 見面的時候 你在場 他頂多交辦林州民 那是誰又選列給土林青龍副市長 這是第一個可以證明這件事 當時一定柯文哲也有交辦 對 第二可以證明當時柯文哲知道這件事 是因為 為什麼他們要用大籤報告柯文哲 一定這樣跟後面 我們提過了整個金華城的過程都一樣 市長的交辦 所以都發局要再回報市長 我們當天見面的狀況 跟我們後續要處理的方法 109年那一次也是這樣 柯文哲交辦說你要提都委會 之前也是正號的節目 不是也獨家揭露 109年4月6號那一份公文也一樣 都發局就必須把後續的擬辦的過程 再回報給柯文哲即便說那只是提會 討論那個議程 但是還是要跟柯文哲說 我之前有告訴你 我們不要和解 和解是土利 你也說你知道 但你又因為便當會 叫我們要去提會 你現在真的要提會嗎 還是要再跟柯市長講 所以如果柯文哲從頭到尾不知情 他就不會回報 他就不會寫大籤 你寫大籤到柯文哲 柯文哲長五煞煞 想說你們見面干我什麼事 所以他這個大籤也證明了柯文哲知道 對 要讓柯文哲知道的原因 是因為這應該是來自於柯文哲的交辦 所以第一個才叫得動林青龍副市長 第二個要跟柯文哲回報 當天的會面狀況 那當然林青龍是一個個性比較 林周明是一個個性很硬的人 所以他在這個大籤裡面 故意做了一個伏筆 我以前在公務員也是這樣 當我不想要幹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會找兩個最麻煩的單位來卡 一個叫做 法務局跟陣風處 對 就是這兩個一個會寫一大堆法律意見 一個會警告你一大堆風險性 所以他特別把這兩個給加進去 那如果當我想要衝這件事的時候 我就不要多問這兩個單位 因為這兩個單位就是那種 站著講話不腰疼 他們不可能講OK嗎 寫OK要法務局幹嘛 對他們一定都會提一堆危險性的意見給你 你要不要聽是你的事 但是當我寫了一堆意見以後 我就沒事 陣風處的責任就在這裡 可是我告訴大家 當年這麼久以前 這是109年的9月 當年的陣風處寫的意見 就已經是非常嚴重的 等一下你不要跟我講 你手上有陣風處當時寫的意見 陣風處當時寫的 就跟今天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是嗎 本案容積變更 涉及回饋公益考量 影響利益甚聚 為民待遇外界關注重點 見請都市計畫委員會會議 注意事項規定 持續加強審議資訊之公開 確保過程透明公正 你講的時候我心臟在跳 你有沒有覺得這應該很像是2021年 如果再寫一次的話 以為是840的 可是這是連560陣風處都那麼害怕的 寫的這麼重 你剛剛講我心臟在跳 就是我在想像我若是公務員 看到陣風處寫這樣 我怎麼感動啊 而且我告訴大家 陣風處很少會去警告市長的 當然不知道死我了 去警告市長 你看陣風處在106年 距離金華城要闖840的時候 是4年前 他只是要560而已 他只是要允建樓地板面積 陣風處都已經講成這樣了 所以像陣風處講成這樣以後 柯文哲知道鼻子要摸一摸 知道又蓋個章 蓋個章這個叫什麼你知道嗎 心不甘情不怨 對 就是我也不說yes 我也不說no就是好啦 就以前李登輝說的嘛 知 知 老師不甘願 但是老師知道了 知 知心 對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其實這件事情 從前生到後世 所有的狀況 柯文哲都了然於心 晚上10點到12點 鎖定三立 李正號 新台派上線 他 你說 是 嘛 谢谢大家